Hello 大家好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玩音乐的老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萨亚咯 耶 欢迎来到第四季的第六集 没错 嘿嘿 今天呢 其实在上一集的最后我们就预告 今天要邀请朋友上节目了 对不对 你现在有点紧张吗 刚刚突然口急了一下 没错 我现在很紧张 虽然说是老朋友 但是你知道 他也算是你知道很稀客这样 所以干我现在超紧张的 对 那上一集的最后面呢 我们有大概跟大家讲 说我们这一集要邀请 我们的老朋友来上节目 没错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老听众或许有些人知道 Denis和我 Denis我跟Green是在大学的 你也在紧张 你也在紧张 对 就是 Denis我还有Green是在大学的吉他社认识的 那我们在大学吉他社也认识了 一群非常好的伙伴 好朋友 对 出了社会之后呢 我和Green是比较没有继续走 所谓的音乐置路这方面 因为我们就跑来日本了 对 能够持续坚持下去的人 其实是非常少的 对 毕竟大家可能未来的工作都其实跟音乐 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 但是呢 也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虽然自己本身的工作 可能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还是不放弃这一个兴趣 而自己组了一个团 是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东5028来到现场 欢迎东5028 耶 那今天之所以为什么会邀请东5028 这个乐团来到我们现场呢 是因为他们在最近上传了自己最新的EP单曲 那接下来呢就要邀请我们的东5028呢 一起来做自我介绍 那首先 哪一位来自我介绍呢 嗨 大家好 我是Nilo 嗨 大家好 我是Jamelle 嗨 大家好 我是Vicky 嗨 我是Lulu 有点短啊 我们除了名字之外 大概跟听众介绍一下 你们在乐团当中负责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可以吗 大家好 我在团里担任吉他 然后还有词曲创作跟录音 还有后制 等一下 所以你是团长对不对 对 他就是团长 没错 他是东5028 就是Nilo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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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尴尬喔 嗨 好 我是Jamelle 然后 我是主唱和音 木香鼓手 然后负责一点美宣 然后负责调酒给大家喝这样 对 耶 那我是Vicky 那我在团内是担任主唱 那也有创作其中几首歌的词曲 还有负责合音 我呢 我是Lulu 我就是最单纯最简单的工作 我就是负责拉小提琴 然后编小提琴 然后唱唱合音 然后弹弹keyboard 就这样 哦 然后帮大家找吃的 对 帮大家找吃的 对 有UberEat 真的 男友还会接送 对对对 这个蛮重要的啊 东5028里面小提琴 我觉得他们特色之一啦 应该说很大的特色 哦哦哦 确实确实 对 好 那接下来 要不要由我们的团长来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团名的由来 好 团名的话其实很单纯 就东5028是以前 中山大学吉他社的社办代号 活动东西 东东五楼28号 就这样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 社办的名称当作团名呢 因为我们没有梗啦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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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这时候今天刚介绍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怎样怎样 哈哈哈哈 对哦 哈哈哈哈哈哈 不然你讲一下吧 简单说就是 因为我们四个人是 中山大学吉他社认识的 然后呢 因为出社会之后 由Nilo团长大大 也就是中5028之父 他纠结了大家 然后 对 我们讲说好 我们都是从那个东5028出来的 不如就叫做东50288 就这么简单 哦 嗯嗯嗯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纠结在一起 对 其实这个名字真的蛮酷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方位 加上一连串的编号 它就很有很有代表性 而且身为就是你知道 以前是吉他社的 光一看到这个名字 就会会心一笑 因为哦 社办耶 没有感觉 是 是 那东5028 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乐团呢 因为我们刚刚听到介绍里面 有提到说 Lulu在这个团里面 她是负责小提琴 所以她是弦乐团吗 还是 她是管乐团吗 还是 她是古典乐团吗 还是什么样的乐团呢 哦 我们呢 是个民谣乐团 民谣乐团 对 那一开始组团的时候呢 觉得只有吉他跟沐香鼓 好像太没有特色了 于是我们就把小提琴给招了进来 我就被抓进来了 哦 但其实我们风格很多耶 一开始 嗯 一开始是有点悲情路线 对 然后主唱受不了了 主唱离团 所以我们现在是第二代主唱 哦对哦 我是第二代主唱耶 诶真的耶 是唱位的 第一代主唱跑去当妈妈了 对 哇 对 然后后来就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然后就会比较开心的 比较 甚至到后面有一场 尝试一点点电子 对 然后被你们打枪 对 被我们全团打枪 他都编好了 哈哈 哈哈 なるほど 我记得 东5028一开始的时候 是比较偏 摇滚吧 哦没有 那是我上个团 哈啰 对不起 那个是抱歉卡 对 啊对不起 我这个 记忆力混乱了一点 没有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走过摇滚 Denis没有记错 因为 我必须跟大家介绍 就是团长呢 呃 那一楼呢 他其实是我跟Denis 还有Lulu 三个人的 呃大我们三个人一届 Green 然后Denis跟Lulu 这三我们三个人 是同一届的 然后Jamelle 她是小我们一届 对不对 呃两届 小我们两届 那Vicky呢 Vicky小更多 三届 小三届 所以我跟Nilo 其实没有在 同时在学校过 哦对耶 真的耶 那你当初怎么会知道她 你说Vicky吗 对啊 因为Nilo一直跑回来啊 那时候她已经在台北 读研究所她还是每周 每周都会回来 不是哦 那时候我就在用我的 上一个团 那个摇滚团 啊 每一周都从台北搭 那个客运回到高雄 啊 对 对对对对 你们那个时候是为了要去 那个精选奖 对不对 哦对 对 然后我还记得 精选奖上去 吉他出trouble 我要去现场看 诶你有来吗 我有去现场啊 我有去啊 你有来 我有去啊 什么trouble 就我们那时候 因为精选奖那一年的机制是这样 呃每一个团只有六分钟 含setting 对 然后我们上台之后呢 对 吉他手她的 吉他手 效果器 壞掉 一直发不出声 什么 对 然后 他喬了快四分钟 哇靠 那正式开始就只有两分钟 所以我们只演了一半 天哪 哇塞 悲剧耶 你们大家竟然不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突然挖出了不得了的消息 结果我其实我只是想要介绍一下 团长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是 呃电吉他跟木吉他双七 的一位非常对音乐非常有热情的人 然后他在 电吉他那边的那个团呢 其实叫做抱歉卡特 然后照后来呢 对对对对 在2017年所组成的这个新乐团呢 就叫做东5028 那东5028呢 基本上 Nilo就是主要是 acoustic的编制去进行他们创作 我这样认知是正确的吧 对 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会变acoustic的编制 就呢 主要我在台北没有什么朋友啦 找不到bass手跟爵士鼓 所以就变成acoustic了 突然变小清新乐团 对 不然我以前可是很rock的呢 但我们也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我觉得很棒 我们也不好意思 我觉得武力很棒很棒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刚刚其实也有听到说 我们的团长 在研究所的时候 也不断的从台北搭车到高雄 没错 去练团 那出了社会之后呢 相信各位的工作也是非常烦 感谢你帮我切进来 没错 对 那相信我们的听众 其实也有很多人 是在学生的时候 有参加一些社团 对比方说是画画 比方说是跳舞 比方说是玩音乐 投入很多的时间 在自己的有兴趣的事情上面 其实今天邀请东5028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呢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希望 可以请大家聊一聊就是 哦 身为社会人 就是在多花时间 在自己的兴趣上面 这个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 让你们觉得 比较困难的事情 很多耶 我如果我先讲的话 因为工作 像我的工作是媒体公司 然后很晚下班 下班可能都八九点之后 那因为我们练团 其实是在离我公司 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 然后等于说我们周间 对周间没办法练团 等于说只能周末 然后因为 因为我的男朋友在高雄 所以我的周末 又必须分时间给他 是是 所以等于时间被切割 现在不是男朋友了吧 现在是未婚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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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尴尬 好 我也不 哈哈 好幸福哦 好幸福哦 都穿过 穿过来了 對啊 反正 我这边的难度 就是在那个 时间配合度上 跟 距离的配合上 我觉得这个是在工作之后 是非常难配合的地方 应该说Lulu今天提到的 现在提到的这个时间上的问题 其实应该是很多斜杠青年 或者是大家下班之后 想要从事兴趣的人 一定会遇到的事情 尤其你们从事的兴趣 又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兴趣 对 没错 对 因为像我跟Dennis 在做奔山野狼这件事情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周末也有受到影响 就是我们必须要配合 做这件事情 然后约一定的时间录音 然后花一定的时间编辑 然后去经营社群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 额外要付出的事情 对 那请问一下 下一位呢 你们还有没有遇到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好 接下来换我分享一下好了 其实我当时加入冬5028的时候 我还是学生 所以我的时间配合上 可能比Lulu再有弹性一点 对 不过当时要练团 或是要录音的时候 其实像我可能会有一些同学 要吃饭看电影 然后我都会说 我要去练团 我要去录音 但是同学好像会觉得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你在做什么事情 可能是在他们还没有听到 你真的录出来的作品 或者是有演出之前 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Vicky是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突然跑去练团 然后为什么 你要把它录成单曲 或是有演出 就是他们可能会 可能也跟生活圈有关系 因为大学有在玩团 有在玩社团 可是到 我知道台北医研究所的时候 身边比较少有 这样子背景的同学 是是是 所以他们会比较无法理解 我的困难好像是这样子 这件事情后来有受到改善吗 就是比方说 大家没有办法理解 或者是不知道你在干嘛 有耶 其实很明显 就是当我邀请 就是邀请他们来看我的演出 是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歌曲 发布到YouTube 或是Street Voice上面 然后他们真的有听到 他们才发现 哇 Vicky你会唱歌 哈哈哈哈 因为其实我大学同学知道 我们我有在玩 就是乐团 或是有在音乐性的社团 对对对 可是研究所的同学 就比较不知道 我也有耶 因为你知道我妈 虽然我爸妈没办法来听我们表演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 她在把我们音乐 存在她的那个 LINE的记事本上面 她就会一手一手听 哇 好感人喔 她好会把我们的音乐 贴给我们的家族群 说天啊 你太尴尬了吧 哈哈哈哈 好像也会 就是他们都会分享出去 然后回家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哇 你是个性耶 哈哈哈哈 心里听很爽 哈哈哈哈 诶 那个 Denis 你们家是不是也会 我吗 对啊 因为 因为 我 我们家会 我们家会传到家庭群組 我 就是已经是不用传 就是固定每周三跟日 都会收听的这样子 哈哈哈哈 哦 嗯 好感人喔 这个蛮有趣的 我这边想要追问 不管是Denis或是东吴502吧 呃 我其实我个人在学生时期 想要揭露我自己的兴趣 给我家人知道的时候 其实我有很强烈的抗拒的感觉 因为我不希望被看到我在唱歌 或者是我在舞台上那样的 因为我会很害羞 我也是耶 对 所以你们在 你们在揭露自己兴趣 给家人知道的时候 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啊 我都不让她知道我要去表演 哈哈哈哈 我都直接贴事后连结给她看 哈哈 哦 想不想要两张票 就是比较避俗一点啦 哦 其他成员呢 我还好耶 还是我是什么都不揭露 什么都不揭露 就被我举不举到兴趣这件事 呃 我好像是比较害怕 听到他们的回馈 哦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会有一点像别人好像在解释 你会有一点点恐惧 怕听到比较不好的回馈 我会受伤玻璃心 所以就干脆先不要讲 哪有佛多 Nylo呢 哦还好耶 因为我每周都会跟我妈聊天 那我再跟她讲说 我们要练团这样 不错不错 那我们要表演 好耶 你干掉了 不要这样子 干我都会据点大家 因为聊完了 聊完了Vicky之后 下一个我希望能够邀请那个Jamelle 来分享就是你在 工作之余在投入在 冬5028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 比较困难的事情呢 我觉得我的投入时间点跟Vicky很像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加入冬5028的时候 我也是我还是学生 就我那时候还是研究生 对 所以就时间就很弹性 而且有时候那时候我找我录音就 那时候我明天早上请假录音 你要不要来我家录音这样 好没办法是时间是 我就直接拍录音 等一下等一下被前主管听到怎么办 没事啊他已经不是现在的主管 我讲也是好 对啊所以我就比较没有时间上的问题 毕业之后就去当一年的兵 然后所以就开始出现一些时间的议题 然后甚至到开始上班之后 你就会发现就是上班已经很累了 哦我是我的工作是工程师这样 所以你上班就会一直动脑跟大家沟通 然后你下班就会觉得 我好想要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 比如说来找Nino录音啊或是喝酒 然后聊一些事情 就是可能团力也是之类的 但是你就会嘴巴上说着我想要做这件事 但身体还是很沉述的 已经躺在床上了 没有错 确实确实 上班之后下班之后还要再维持兴趣这件事情 真的是蛮辛苦的 对啊 那像你这样子你虽然说这样很辛苦 但其实你也这样子前前后后加入 然后一起活动了 今年也算是迈入第三年了嘛 你有在克服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得到什么心得吗 或者是一些小技巧之类的 我觉得 因为我就是一个热情driven 我做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只要我对这件事情 都一直很保持的兴趣 我就会一直很想去做它 然后虽然有时候你还是会有 就是物理上 就身体还是会很烂的时候 有个热情在你就会 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不能停下来这样 哇好像没大 哈哈哈哈 好像是一回事的样子 反正就这样了 Lulu不要这样子 哈哈哈哈 她年纪比例小 可是你们是同一团的 不要呼应 没事啦没事啦 不要呼应 哈哈哈哈 你这样会让人很难发言 哈哈哈哈哈哈 嗨那谢谢Gemail 那最后我想请问一下这一团 就是团长 Nilo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因为 就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也 也有在玩音乐 然后我也明白你 大学以来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投入在音乐上面 那想请问一下 你在经营 比方说 动物理228到现在 在工作之余 因为你本身也有 自己的工作嘛 嗯 是 玩乐团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 算是你的兴趣 但是你把他经营的就是 一个正式 而且甚至可以发作品出来 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什么 比较困难的事情呢 呃 我遇到困难跟 Jamell其实很像 因为我也是一个 工程师 那 上班很累 大家都知道 然后 下班 已经 没有什么精力了 是 是 是 但你还是要 就是 花很多时间 去克服很多 技术 因为我在团内的工作 非常吃重啊 谢谢 谢谢 技术指 技术 技术指导 好 就不只是弹吉他而已 就是 录音跟混音 我也会包办 对 所以我下班 就吃饭的时候 可能 就不是看Netflix 而是看着 YouTube的一些 什么Logic教学啊 还有什么 录音那个麦克风怎么摆啊 我就一边吃饭一边看 就是 我们刚刚有聊到很多 关于 每个人的时间很难配合啊 上班很累啊 或者是说 有时候没有办法让周遭的人去理解说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那 想请问团长你是如何去解决 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你是用什么方法 让大家比较有一个凝聚力 有个动力 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 练团 甚至做到表演这件事情 我们就直说吧 Nello 其实我们这一团 很像在工作啊 我就是PM的角色 怎么说 我们这团很常这样 就是我直接抛出一个目标 例如说 我们去参加一个比赛好不好 可能女物店办了一个比赛 然后他比赛呢 就是每一个团要缴三首原创的作品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一首都没有 然后我就先报名了 然后报名完才开始写 对 于是你就会发现 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一个月内 三首歌就蹦出来了 然后好像很简单 对 我们就是这样有目标 或者是 Nello 就会突然跟我们说 诶 我们有一个表演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某一个表演 要不要 然后我们就 好像也没有说不要的 我们说好啊 那我们就去吧 然后就开始准备歌 然后开始写新的歌 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像在工作 先制造死线 然后慢慢的逼自己动起来这样 对 我们团比较特别一点 那这样子 听起来这一连串的感觉就是 团长 Nello 先帮大家找到一个目标之后呢 我们往那个目标去前进 对 是 其实我觉得 这一个方式听起来会 比较灵活 并不会说 我们每个礼拜固定 或者是说 我们每个月就固定要练几支团 这样会变得比较死板一点 那如果是有一个目标的话 我们至少可以让 所有团员都知道说 我们往那个目标前进 那个目标结束之后 我们或许可以稍微休息一段时间 那大家的凝聚性 就会知道说 我们就这段时间加油努力 结束它 对 我们这一年休息的蛮糧了 休息一年多吧 好啦 干脆 应该有下一个目标了 好 再奔三野狼正宗宣布 什么 2021年 要做什么 我们就 下回揭晓 吓死我了 我们那一次表演是前年了 其实我们已经修团很久了 好久哦 真的 不会去年有发EP啦 还OK啦 对对对 还有想大概聊一个话题就是 你们从2017年的夏天 成团到现在 那想必有发生非常多的事情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 呃在你们的心目中是觉得啊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那我 先跟大家分享 那我是Nilo 那在 2019年我们办专场的时候 诶请问一下什么是专场 哦 就是我们 跟 某个 Lifehouse接洽之后 对 那个晚上 的主秀就是我们 哦 嗯 对 然后 我们可能会再 邀请一些 呃 嘉宾 帮我们暖场 是 但那个晚上 大概80%的时间 就是我们表演这样 嗯嗯嗯嗯嗯 那我们那时候是选在 西门町的 Lexie Mini 举办专场 对 那令我印象最深的是 呃那一场专场 因为我们办的很大 所以我们准备很用心 对对 然后我有很多朋友 就 呃 那一楼是要哭了吗 哈哈哈 哽咽啊 那一楼 哈哈哈 没有啦 就我有很多朋友 那时候不能来 可是他们却都还是买票了 哦 对 哦 超感人的 这个我有听说 对 对 嗯嗯 好 换下一个 好突然 对啊 好像 哎 好像回答HR的问题 哈哈哈哈哈哈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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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上一个面试者回答同样的答案 哦不是准备那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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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也觉得是专场 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就是 那时候在Lexie Mini表演 然后 刚好是我退伍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段空窗期 对对 就是 呃 退完舞之后男生通常你会想说 哦我要赶快赚钱 就不知道为什么 退完舞的那一个月 因为所有男生 所有男性 都会有一种 我他妈要赶快工作 我赶快赚钱 我懂 因为你当兵的时候就会 有一种处在很 空转 人生停滞了 比较低迷的状态 对对对对 我们要小心用词 比较低迷的状态 就是 对啊 然后刚退伍就很想要找工作 可是 那时候Nilo又接了这个 Lazy Mini的 就想说我们来办个专场吧 这样 嗯嗯 所以就退完舞的心思 全部都放在 东吴尼二把 就是乐团身上 然后 一开始没有什么真实感 然后等到在台上 然后甚至下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哇 靠 我竟然在这种地方表演 哈哈哈哈 然后 有一种好像我们已经变成 什么大团一样的感觉 而且 而且重点是 我们是一个 连粉砖都没有的团 对对 你会没有粉砖吗 完全没有 脸素IG都没有 现在有的是Nilo的YouTube频道 个人频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头戏乐团 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找到我们 超超神奇 我觉得就是 哇哦 而且你们那个时候收到 对不对 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 我有看你们录影 然后听说 你们那一天是把Lagacy Mini 整个挤爆 对 对 是 就完售 完售 对 我朋友还买不到票 哇塞 其实都是亲友票啦 对 毕竟我们有四个人嘛 对 可是那时候真的很惊讶 因为我同学就是 死不买 他就是想要拖到最后一刻再买 他想说 反正你们团应该也 没有红到会买不到吧 真的 这个太糟糕了吧 真的 他就吓到 你们这么红吗 傻眼 超爽的 在Lagacy Mini卖到 卖到收到 这个真的是个成就 因为其实就算卖亲友票 我其实那个也不简单的 我真的觉得 蛮简单的啦 因为我们有四个人 喂喂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而且暖场 是个正妹 是两个正妹 不要这样 我那时候在前公司也是 第一声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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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拜托 结果真的来超多人的 超感动的 你们那一次的表演是不是 现在还有在那个 YouTube上面看得到 对不对 有我们有放到YouTube上 那请问一下 大概要打什么关键字 才可以找得到呢 打我们的团名就可以了 打东5028吗 是吗 应该是吧 好 我是没有送过啦 不是那一套吗 各位 各位好像跟自己的作品 没有很熟 是女巫店吧 其实我忘记了 都找到啦 会不会打你那一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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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另外一个副频道 OK 有副频道 副频道就是把我们所有 Live的影片都放在上面 真的啊 真的 你看我们都没有在经营我们自己 对啊 每次都要找哪一个 只有我们三个吧 除了哪一套 我可以讲 这一段就是这么的神奇 你看 他们有很多事情 都是今天要录音的时候 才突然知道的 那我直接分享好了 就是我 我直接分享我一个大出包 哈哈哈哈 真的傻眼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 Legacy Mini的时候 其实我们演唱的那 出包歌曲就是我们 这个新的EP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在 就是我们 我整个搞错那个 静哥的点 副歌跟solo 大搞错 结果我 因为我那时候 是小迪琴solo 嗯 我整个直接拉 然后Vicky那时候 还很紧张 因为她非常的乖巧 表面上看起来 非常的乖巧 所以她在整个 录影画面上 你的脸非常的慌口 因为我根本找不到静哥 店喝完什么事情 然后搭上四个人 超慌张 在台上想说完了 然后就死定了 第一次在台上出彩 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那时候 Nello大大就跳出来 然后她就说 你说什么 我说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对 是不是进错 是不是进错了 然后我们当下傻眼 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说台下的 学长姐评评力 对 哈哈哈哈 他现在化解 化解这个 因为我们台下很多 吉他社的学长姐 跟同学 然后我们真的觉得 很像在 燕哥 哈哈哈哈 超慌张的 对 然后Nello还说 你们评评理现在 到底是谁的错 哈哈哈哈 我记得 我有记得 我有看到 超尴尬的 超尴尬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整首再重新开始 这也算是圆满结束啦 这就是现场 但很多朋友回馈说 其实当下 氛围还不错 对对对 我在看 我在看你们录影的时候 那个氛围也不错 对 对啊 这就是我一个大出包的试镜 哈哈哈哈 这确实是蛮难忘的 这讲到好像很尴尬耶 哈哈哈哈 不会不会不会 这个很 这个很实在耶 对 可是那首歌好像是 可是那首歌好像是 哦 我在想说这首歌啊 就是可望爱的女孩 那首歌其实是 蛮多人都很喜欢的 对 因为我歌听完 他也觉得这首是最好听的 真的 就印象也最深刻 对 我有朋友就是为了这首我来的 就你出发 对 晚上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那Vicky咧 你们这么想让我讲 哈哈哈哈 但我讲了可能跟他们前面 有一点雷通 我最近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第一场 四个人的正式售票演出 对 是在女巫店 然后因为女巫店 其实是九点半开演 然后九点才开放进场 但是我们其实在 事前我们都一定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 那个女巫店里面往外面看 发现很多人已经在排队 然后就觉得 哇 有很多粉丝在外面等我们 哈哈哈哈 而且虽然那一场 我们其实有跟友团 就是有一个乐团叫做 Savalu and La White 我们是一起共演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确定 外面在等待的 到底是我们的粉丝 我们的亲友 还是他们的粉丝 但是我们就很开心 就是很多人在等 然后后来就是开放进场之后 真的是整个大爆满 而且听说也是有人买不到票进不来 对 这是真的 我没有再好笑 对没有好笑 很爆 哈哈哈哈 我们应该也吓到女巫店了吧 因为通常会就是爆满 应该只有陈启真 或是久安普才有办法 就是整个爆成那个样子 而且那是第一场 所以也是印象还蛮深刻的 这也是出社会的好处啦 就是大家比较有钱去买你的票 对真的 消费力这样子 对 なるほど 所以照你们的话 就是听下来这样子 就是你们两场一场在 呃女巫店跟另外一场在 Legacy Mini 都是收到的演出 是 没错 那真的很厉害耶 谢谢 谢谢 很意外 亲友团很敏 谢谢干爹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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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Vicky有提到 最受好评的 渴望爱的女孩 对 也就是所谓Lulu出包那一首歌 对 刚好也是这次新推出的EP单曲的那首歌 对 没错 对 那要不要请其中一个成员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次推出的新的EP单曲呢 好 来吧 来咯 这段没有写稿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哈哈哈哈 这首歌呢 其实也是跟中纳吉他社 有非常 渊源流长的关系 是 请说 好想把球踢给Green啊 哈哈哈哈 因为老实说Green也是其中的创作者之一 对 你说好了啦 好 那就容我僭悦的介绍这首歌 其实呢 在 在二零一几 二零一二吧 二零一零 二零一零 哇塞 二零一零 十年前 在二零一零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有参加 呃 所谓的大专院校吉他杯这个比赛 那他在这个比赛里面呢 他有一个奖项 叫做就是创作组 那中山吉他社是每年都一定会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有这样传统 那到我们那一季的时候呢 我跟Lulu 然后还有跟其他成员一起 就是有去报的这个比赛 那为了这个比赛呢 就是我们就写了一首歌 就叫做 《渴望爱的女孩》 所以他们今 呃 東五零二八 今年发出的这个新的EP呢 他其实第一次 第一次正式被发表呢 其实是在十年前 写的这首歌 然后当时的编制呢 跟这一次发出的编制不太一样 那当时的编制就是吉他社很常见的编制 就是吉他 然后一些 呃 所谓的木香鼓 跟一些沙沙 或者是 一些 怎么讲 percussion 的乐器 对对对 沐浴的 哦那个沐浴真的敲得很棒耶 那个Lulu的 超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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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对 然后 这首歌就到这边 就是告一段落 因为 然后 对 在那一年的大吉杯 就荣获了评审的青睐 变成了冠 拿到了冠军 耶 那这件事情就 就从此走入了我们的记忆里面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历史 然后再过了几年之后呢 好像在我们毕业演唱会的时候 也有唱过这首歌 那这首歌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因为 大家一起写的 这首歌的主歌 其实听起来很像是 细说台湾 你知道吗 对 当初我们在写的时候 就是刻意要营造出这种 有一点傻傻台台的 而且是台语歌 对啊对啊 对啊 那是我们坚持 然后就是要写出这种 有点台台的有点香土香土味的 这样的一首歌 然后在写副歌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副歌是我担任 然后在写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写出一首 听起来流行的歌 跟主歌的地方有落差的感觉 对 然后所以让这首歌呢 一开始听起来会 大家会笑出来 但是在solo 在副歌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帅帅的 这种感觉的歌 对 然后在后来 冬5028成团之后呢 有一天晚上就是 团长Nilo 就说 诶 那个Green啊 我们想要演出就是 渴望爱了女孩这首歌 这样子 不知道可不可以 对 然后那个时候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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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那个时候我好像 那个时候 Nilo你还记得我在哪里吗 我在台湾还是在日本 没有耶 这首歌 应该没有2017年那么 那么早 是 我问你的时候应该 诶 不对 有 有 这是我们的安可曲 对齁 对对 诶 你那时候在 日本吗 三重 如果是2017的话 那个时候我应该 已经在大阪找工作了 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Nilo就是有问我说 我们想要 演出这首歌 然后因为我是原作 我是原创者之一 然后Nilo就很客气的 就跑过来就是说 可不可以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就是当下就是 干当然好啊 废话 就是 他们有人愿意 就是投入心血去 唱你的歌这样子 然后 他们就用 东5028这四位成员 Vicky Nilo Jamelle跟 Lulu 这四个成员这样的方式 去演出新的样貌的 也就是 这一次即将发行的新EP的 《渴望爱的女孩》 像是Spotify Apple Music Apple Music Amazon Music 都可以听得到哦 哇哦 耶 耶 耶 那能不能跟大家介绍 因为 这首歌的由来 我已经讲了 不好意思就是 跟你们抢的麦克风 讲了这么久 能不能请你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呢 这首歌呢 它的歌词 是 就现在讲什么呢 是 大家听了就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不行 不可以这样子 哇 我不知道讲什么耶 我是真的不知道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呃 先来想一想 哈哈 有人有idea了吗 这首歌不就是 在讲一个 渴望爱的女孩 然后 呃 想要被 你这样只是把歌名 再讲一遍而已 哈哈哈 我跟你们说 因为这首歌的歌曲就是这么写的 写了一位非常孤单的女性 那想要拥有大家的爱 或是她想要找到一个命中注定的男孩 对 但是始终找不到 对 然后我们就把这一个心境 把它写了下来 用一个非常直白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然后歌曲是非常可爱 琥珀的 所以你们听到可能会觉得 哦可爱很放松 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なるほど 嗯 嗯 嗯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要来 问一下我们的东5028 允不允许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放这首歌 当然了 绝对没问题了 拜托 拜托 我们需要更多的被动收入 哈哈哈 不对啊 你要授权给我们免费放 你们不会有在我们节目收到任何被动收入 我们永久授权分三叶了 永久授权 想放几次就放几次 好那 最后面呢 那请各位听众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渴望爱的女孩》 混音宫 春风滴滴水 相punkt davon 原来有一个渣母叫τεWi 贏得了 大海边 白不是大老家 非常赚 McCoy 掌 rocks 你敢真正漂亮 很多人欲貴 我也想欲貴 心碼的意在哪裡 哪會不會出現 我眼淚落外面 出現不敢於 每隻真相在 只有一 只有一 心碼的意在哪裡 哪會不會出現 我眼淚落外面 出現不敢於 每隻真相在 只有一 只有一 等下唱 更新作詞 嗨 皆さん SpongeBobiverso 大家還喜歡自由,渴望愛的女孩嗎 不知道今天 有没有对于 东5028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 对 而且 其实听下来 玩音乐其实蛮辛苦的 但是就算如此 大家还是克服万难 聚在一起 唱唱歌 弹弹琴 或者是 彼此就是 你知道 聚在一起聊聊 自己的人生 这样子 真的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 真的真的 很难得今天能够 跟认识 十年以上的老朋友 真的 一起来录节目 真的 我们在之前 就是录节目之前 有会先Re稿 在Re稿的时候 还顺便 大爆料了一大堆 挖出了好多八卦 真的 真的 对 所以跟老朋友聊天 就会有这种 原来那时候 发生的这些事情 竟然忘记了 或者是我竟然不知道 我们刚刚在 一开始在聊的时候 我们有聊到 很多事情 都是大家知道 有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有更多的东西 是冰山以下 大家不明白的是 刚刚一讲出来 那个十年份的 那个震撼 真的是让人 鸡皮疙瘩 来咯 头头爆料一下 Green 爆料一下 快点 Green他 嘿嘿嘿 什么 这段是什么 快说 我也想听 这段是什么 我其实不知道 他跟我讲什么 哈哈哈哈 我本来想要 偷偷的 cue 我们的团长 有没有 可可以爆料一下Green 结果他好像 一时想不到 有料可以爆 有点可惜 还是我们爆你的好了啦 哈哈哈哈 你的倒是有很多耶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大家知道以前 Dennis的绰号叫什么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知道不知道 叫做海鲜 海鲜 海鲜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是海鲜 是我真的不知道 这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哈哈 Dennis大学的时候 不得了了 可精彩了 好精彩啊 不要不要 我们 我们听众会误会啊 我们不要这样子 哈哈哈哈 好啦 我们再开玩笑了 对啊 你这段记得剪掉哦 哈哈 我应该是会放 应该会放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只有在老朋友的面前 你才会露出这一面 你知道吗 因为平常 Dennis在我们节目里面 他的担当就是负责 冷静的 然后分享知识 然后就是很 就是 我的另外一面 别被他骗了 哈哈哈哈 可以 哈哈哈哈 十年老友 Lulu站出来讲 不要被Dennis的表面骗了 哈哈哈哈 一个节目当中呢 如果 同时出现两个 很吵的人的话 这个节目就会完全的失控 是是是 哈哈哈哈 被敷衍了 被敷衍了 哈哈哈哈 官方吐槽最致命 哈哈哈哈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啦 那今天的节目呢 真的很感谢 就是东5028 然后就是在 这么繁忙的时间 还特地聚在一起 就是今天是聚在 Nino家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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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聚在Nino家 然后跟我们一起 这样子 线上录音这样子 再一次感谢 东5028来到 奔山野狼谢谢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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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 告一段落 然后 如果大家 对于东5028 有兴趣的朋友呢 请问要怎么找到你们呢 欢迎大家到 Spotify 是 嗯 Apple Music 是 Street Boy YouTube Amazon Music 以及其他各大音乐平台 搜寻我们 应该都找到 我听得到 是 在YouTube上面 如果打你他们的名字的话 也可以找得到 他们演出的相关片段 他们的演出有个特色 就是除了表演之外呢 还会有 很很好笑的杂谈 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Nino的那个外星人拍手笑话 诶 不要 呃 相关连结 我会放在 节目的show note里 对 那 对 今天的节目 差不多就这边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感谢 东5028来到 奔山野狼 我是Green 我是Dennis 我是Nilo 我是Jamelle 我是Vicky 我是Lulu 你现在听到的是 陪你一起玩乐的老朋友 奔山野狼 阿拉沙亚罗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东5年月份拜拜 拜拜 Jam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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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法文都出来了 嘿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